1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彭博社和观察者网等多家媒体报道称,由英国、中国和法国三方合作的英国核电项目遭遇困境。 该项目的核心,英国辛克利角C核电站,现面临完工延期和资金短缺的双重挑战。 周二,法国电力公司宣布,受建设进度放缓、劳动力和原材料短缺、通胀影响等因素驱动,辛克利角C项目不得不再次推迟交付,并面临超出预算的风险。 最新预测显示,该项目的首个反应堆完工时间将延后至2029年,项目总成本也从最初的327亿英镑上升至460亿英镑。 对于这一资金缺口,英国政府去年底已明确表示不会使用政府资金补贴这一商业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电力公司只能寄希望与其合作伙伴。 然而,由于近年来英国政府跟随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意图将中国广和集团CGN排除出未来的所有英国核电项目,以支付约定份额的中国广和集团拒绝为项目超支部分负责。 中国方面早在去年12月15日就明确表示不会进行额外投资。 法国电力公司也承认,目前的成本超支已经达到合同规定的中国广和集团停止付款的临界点。 新克利角C核电项目最初的总投资额定为180亿英镑,其中中国广和集团占股33.5%,约60亿英镑。 如果无法找到新的投资者,法国电力公司将不得不将自己的股份提高至66.5%。 关于这一情况,去年就已有传闻。 国内一些自媒体曾将中国描述为冤大头,认为61英镑的投资打了水漂。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毕竟这是一个跨国的大型项目,合同内容肯定极为复杂。 英国,中国和法国在这一核电项目上遭遇的确切情况是什么? 中国可能遭受的损失又有多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要了解这个项目的大致情况,我们得回溯到8年前。 2015年,中国广核集团中广核与法国电力公司EDF联手在英国赢得了近30年来的首个核电项目合同。 其中包括了辛克利爵C核电站、塞斯维尔C核电站和布拉德维尔B核电站。 这也标志着中国核电企业在英国的最大项目。 英国选择允许中广核参与竞标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当时中英关系正处于黄金时期。 其次,中国在核电建设方面不仅拥有先进技术还有充足的资金支持。 最后,英国正为脱欧做准备,通过核电合作,希望在中国市场占据优势。 2016年9月29日,中广核、EDF和英国政府签订了涵盖辛克利角C、塞斯维尔C和布拉德维尔B等项目的全面协议。 2017年3月24日,辛克利角C核电项目的主体工程正式启动,首个核反应堆预计将在2027年完工。 辛克利角C核电站的预计发电量将占到英国总发电量的7%,因此称其为英国的国家支柱也不为过。 从伦敦乘坐火车,大约两小时,可抵达萨默塞特郡的唐顿小镇,从那里再驱车一小时即可到达辛克利角。 英国核电站辛克利角A核B已经停止运行,而英国所有8座核电站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退役。 辛克利角的按时完工对英国民众生活和企业生产至关重要,也是英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国也意识到了这一商机。 法国电力公司EDF前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德瑞瓦斯在2007年自信地表示,如果有法国投资和建设,英国人将能在2017年使用这些核电站发的电。 但英国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平衡法国影响力的合作伙伴。 俄罗斯不是一个选项,美国也没有能力参与。 经过近十年的考量,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选择了中国作为这个平衡法国影响力的合作伙伴。 对中国来说,这不仅仅是为了盈利,更是其核电技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英国建立一个标杆,将极大提升中国核电企业的竞争力和话语权,甚至可能影响行业标准的制定。 2017年,中英法合作开始建设核电站。 此前,美国在2016年8月曾对英国首相特雷沙梅施加压力,试图干预这一合作。 这时继英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英国第二次背离美国。 但特雷沙梅坚持了下来,英国政府批准了中国广和集团与EDF合作建设核电站的计划,英国需要在2030年之前让辛克利角C核电站投入运行,否则,可能不得不让一些老旧的核电站延长使用寿命。 辛克利角C的工程延期,除了疫情因素外,英国政府的管理混乱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例如,去年4月12日,两艘自身式施工船抵达萨姆赛特海岸,开始为辛克利角C工程建造竖井,但英国工人的工作效率低下,进展缓慢。 中广和在辛克利角C项目的投资额达60亿英镑目前尚未出现损失,但工期的不断延误影响了中国方面的成本回收和利润获取计划。 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最糟糕的结果可能是项目完全失败,届时只能进行清算,中国方面只能收回部分投资。 英国政府坚决不允许英国的核电项目失败,因此最终不得不自己承担起这个重任。 面对资金短缺的困境,英国选择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寻求贷款。 然而,如果中英关系更加紧密,英国或许就不会陷入这样的窘境。 英国不顾自身利益,反而多次在对华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这正是导致目前困难的根本原因。 在辛克利角C核电站项目延误的情况下,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英国本身。 而对于法国和中国来说,他们只需等待电站开始运营,便可开始回收投资。 关于英国的其他两个核电站项目,网络上的一些自媒体报道常常将事实弄混。 例如,位于萨福克郡的塞斯维尔C核电站,2022年中国广核集团已经宣布退出。 这是因为英国能源核工业战略部BIS声明要求中国广核集团撤出塞斯维尔C核电项目。 该项目预计耗资440亿英镑,原本是英国、法国和中国三方共同投资,核心技术由华龙一号提供。 至于布拉德维尔B核电站是否会有中英合作,目前尚不明确。 显然,中国方面退出塞斯维尔C项目,直接受到英国政府干预的影响。 在特雷沙没辞去首相职务,约翰逊上任之后,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其将中国企业排除在核电项之外。 这一做法可能给英国带来重大损失。 约翰逊对美国的顺从,与他反对5G技术,拆除中国企业电信设备的行为,处于同样的理由,国家安全威胁。 2022年,当中国企业实际退出这一项目后,英国面临资金缺口,难以寻找替代者。 据2022年11月27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政府费时一年,最终通过曼城老板阿勒纳哈扬,与阿联酋的穆巴达拉投资公司接洽。 尽管财政大臣苏纳克亲自出面游说,阿联酋方面仍需征询股东意见,对于接手塞斯维尔C核电项目持谨慎态度。 消息一出,英国多个反核非政府组织,NGO,在阿联酋驻英大使馆前示威,标语中写着塞斯维尔C是有毒投资。 反核领袖艾利森,唐斯,艾勒森·丹斯,表示,英国重要国家项目不应交由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运营,这样做不安全。 英国NGO的频繁抗议使阿联酋望而却步。 英国随后寻求沙特投资,但沙特在听取阿联酋的意见后,对塞斯维尔C项目不感兴趣。 英国最终只能向国内企业求助,目前仅有英国天然气公司的老板表达兴趣,但投资额未达英国政府的期望。 由于中国撤资,连法国也未能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塞斯维尔C项目的前景堪忧,似乎在开始之前就已注定失败。 英国将核电站项目视为讨好美国的手段,却未料其逆效果,反而损害了自身利益。 英国对中国的排斥基于荒谬的理由,如担忧核电站建设导致海军机密泄漏,这源自美国的引导。 事实上,英美的核导弹合作项目离核电站不远,但英国民众仍轻信这种说法。 美国的介入导致英、法、中三方利益受损。 而美国本身,因缺乏资金和技术,无法协助英国建设核电站。 英国追随美国反华政策,除了象征性的支持外,收获甚微。 此外,英国的核电项目失败,还影响了与中国的潜在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对此显得消极,不愿继续谈判。 同时,美国也对美英自由贸易协定失去兴趣。 英国在两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如果美国需要英国的帮助,后者将如何应对? 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大英帝国的自我毁灭。 sci-fi